两层的中式建筑四合院 我看到它这个树的造型非常漂亮 很少有见到这种 近一点看 我肯定是不认识的 大家评论区的去评论吧 松鹤延年 这个上一次是说 是什么树 白蜡树 然后左边也是一样的 花开富贵 非常简洁 然后报骨石 助理们 助理们还是同门 这个隐蔽墙 做的好有味道 您好有人在家吗 是您家吗 不是我家 不是您家呀 我看见它房子建的好有意境 我也没看 你也没看 中式的建筑特别漂亮 这个丸子很漂亮 很漂亮 花了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 真的有品味 下面去看一下 我也是参观的 好的 您是来做什么的大哥 我帮他 帮校园 有门铃 有密码锁 大哥也是来参观的 然后整个他是用 所有的这些都是大理石应该是 墙壁都是大理石的 然后连廊 还有这个木椅 先到跟他大哥去楼上看看去 你是哪里啊 我是衡阳其东的 衡阳其东的 对 他这个楼梯 尖的灯也很漂亮 灯也很漂亮 哇 这种楼梯踏步很少 它上面是回子纹啊 嗯 都是大理石的 然后他墙面这些贴的也是大理石吧 对 哇 这个光这个石头这一块就好多钱了 购在整个两千多万的 对 然后两千多万是不包含 就是到现在为止用了两千多万吧 对 那以后家具呀什么进来不是更高 家具呀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哦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他现在人不在家里住 哦人不在家里住 人在长沙 在长沙的 对 我进来参观一遍 老娘去世了 哦老娘去世了 哦老娘去世了 就是为了老娘身体不好 所以他建了这个房子 有孝心 哦他这个背景做得很漂亮 然后这个背景是什么材质的 您知道吗 这个背景我也不知道 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是的 看看啊 应该是布衣的 他这个应该是布衣的 您好 您好 看到房子漂亮 进来参观一下 嗯 这里是衣帽间 带卫浴 哇 他这个这个梳妆巾弄的设计的真好 他每一个空间设计的都很漂亮 哦 这里基本上就是晾衣服的和衣柜了 放在这里啊 钱是钱货是货 那肯定的 两千多万呢 你想一下在现金的话 可能放在面前数都数不清楚 是不是 哦洗衣机什么全部在这里啊 两个洗衣机 两个洗衣机 这是烘干的 涼衣 哦他烘干的也有两台 就烘衣服的 站在这里看一下那个隐蔽墙 哇今天有点冷 我的手很抖 因为下了点雨昨天 好 恢复一下啊 然后隐蔽墙 他的做的真的非常有设计感 四水龟塘的院子 大哥说这些全是贴大理石的 然后他的飞檐翘脚做的也非常非常好看 就给人感觉很规整 又很简洁 平时是姐姐在这里帮他照看这个家 我就是对面的 哦你是对面的啊 我去那边也 那边 我去那边看一下啊 那边也是卧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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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卧室啊 他等于是这楼上全是卧室了 那就是四间还是五间 那边三间 那边三间 这边两间 五间卧室楼上 来一个房间看一下 这个风格又不一样了 这个是一个欧式的 偏欧式多一点 这个是一样的 哦这个奢华一点 这个奢华 哦他这里是可以到三楼吗 三楼是不是就是个就是个阁楼了 应该是啊 阁楼了 我上去看一下 既然来了就要参观到位 哦他是整个一个通的 然后这样子隔热又比较好 真的搞得好 那个大哥一直在这样 一楼看一下去 好 这里是唱歌的吗 应该是唱歌的 因为是 这里还有可以去地下室的 我们去地下室看一下 好黑啊 腿有点软 突然来到这种环境 哦是这样子的 也是储藏室可以放东西的 但他这里头做的那个通风的 和中央空调 然后上来 上来了之后呢就是 右手边是餐厅了 哇这个新中式的餐厅真的看着好舒服呀 这里倒台 倒台竟然放了两张这样的椅 像酒吧那个椅一样 所有的都是中式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最好看的 餐厅的 那个圆形的我不知道叫什么 但整体的配上中式特别好看 酒柜 对 再过来呢就是唐屋的位置了 对 这里面都花了几十万 他这里面都花了几十万 他应该这些椅子呀全是红木的 中堂也是红木的 然后这个他调高特别高 所以他二楼就整个是二楼一楼是调高的 很大气 这是监控 我感觉他这几棵树很好看 这棵就是外面的 对 对 大门那里左右都有吗 非常漂亮 那个有八千多 这个八千多还是这个八千多 这个黄色的就八千多 那个金色的一万六 这个一万六 就是罗汉松一万六 这个就八千多 那他一万六加八千 就两万五 两万五就五万块 这四棵树就五万块了 然后这一间房也是卧室吗 那也是卧室 都是卧室 他卧室挺多的 哦 这里是客厅了 这里就是一个大的客厅了 也是新中式的红木 搭配的非常简洁 麻将桌 全部在这里 再看一下这个 我们站在堂屋的位置 看一下这个隐蔽墙和门楼 然后我再转一圈给大家看 那一点转啊 他的布局 现在转回来这个位置就是堂屋 左右两边都是都是一样的对称的 只是格局不一样而已 布局不一样 这个又是个什么房间呢 哦 这真这就是一个 你看 还带一个这样子的 螺汉床 然后整个也是红木的 起牌桌 麻将桌 他这个灯很有意思哦 这个应该是个灯 灯不是还是个空气 就是空气能 不是不是空气能叫什么 嗯 过滤空气的 就净化空气的 来再看一下这个位置 走过去 这个大门 只露一角的很漂亮 刚才姐姐跟我讲的就这门口的四棵树 两棵 那个不叫罗汉松 那个叫是白蜡 然后带那两棵总共五万块 好奢华 但是真的很好看哦 那几棵树真的很好看 好嘞 看一眼也是服了 欣赏一下也行 在山顶上 有两套这样子的房子 环境非常好 真的是鸟语花香 我就在想是做民宿的还是私人住宅呢 两边都有楼梯可以上 你说这每天爬爬楼梯就锻炼身体了 这有点那种木屋的感觉啊 这是私人住宅吧 您好 有人在家吗 我很怕踩这个 哦 他这里也可以上去 然后也是沿着路一直做了流水下来 哇 这是原生石啊 天然的 你说那些大树的生命力多 顽强 哇这石头真是天然的 这么大 你说夏天会不会有蛇 哇天哪 这个景观绝了 你看上面的罗汉松 这里是凉亭 哇 好震撼人哪 给你看看啊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真山啊 哇不是假山了 鱼池 看一下 这些山都是原有的 哇 养到井里了 好大呀 天哪 这个环境真的 好好看啊 您好有人在家吗 哇 他在山呢 就是 石头上他稍微修一下行 然后种上罗汉松 这个真的就是利用自然的环境去修建的 这里是一个大大的露台 应该是层上面上的 哇 这以前爬楼梯 轻轻松松 不熟过万 然后你看他的房子就是建在这种石头上 到处是大石头 这样子看起来也很好看哦 你看这个罗汉松的身处里好长好长 这是真正的山顶别墅 您好有人在家吗 他这个做的非常 就像木屋 但是我感觉他应该不是纯木的 这这一栋跟底下那一栋 就是凉亭过去那一栋 应该是一个主人的 这里没没有人 我还是要去底下喊去 您好有人在家吗 你想一下这房子盖到这个山顶上 我我没有发现有路可以就是可以开车上来的那种路啊 那你想见到这个房子的时候那个人历 我们这边的人工就是250左右 快钱一天左右 250左右哦 他不分大工和小工的 只要是干活的都是250 你想他这个人工需要多少钱 建造成本就增加了非常多 那你有路的话呢就可以省掉一些成本 我还是要去这一栋房子里面去叫一下去 去喊一下 您好有人在家吗 看来主人是不在家 然后我去找邻居打听一下吧 我们刚才左那边上的 现在我们这边下 这边开着门 您好有人在家吗 这是个堂屋没人 其实挺难的 因为这种情况好多时候主人不在家到处找 有时候想离那个邻居距离的又距离的又远的话呢 那基本上没有人知道这个主人去哪了 好像都找不到哎 这个咋办嘞 我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发现这里多了一台车 送货的吧 阿姨您好 我是做乡村视频的 我想问一下 他上面 哦门是开着的 门打开了 门打开了 有人在家吗 有人在做事 不可以进去 不可以进去啊 主人讲过了不准进去是吗 那好吧 刚刚跟阿姨聊起来阿姨说是木房子 就是没有用红砖 没有用砖混的 全是用木头搭建的 哇这个看起来真不像哎 哦 很漂亮 而且呢阿姨就是这种房子的主人 哈哈哈哈 我找了好久 终于找到主人了 阿姨说他这个房子修的时候 确实是没有通马路的 只是他当时可能是用了那个调集 所以把那个建材所以拉上去的哦 是的 我在想如果是没有调集靠人力的话 这个工资就特别多了哦 很遗憾不能到里面去参观一下 好吧 谢谢阿姨啊 我不要谢 感谢啊 你好你好 大哥你好 家里还有人吗 在家吗 有人在家吗 看房子漂亮参观一下 有人是吧 好 谢谢 豪车 中式的建筑 龙玉堂 这是狮子了 这也不是狮子 这也是麒麟 麒麟有脚 对 哇还有一台豪车 大哥说刚才他刚刚大哥说家里有人 这里是一个凉亭 哦他外面还有那么大的绿化面积啊 爆股石 中式的标配 这个锁好好看呀 哦我听到鸽子了 有鸽子的声音 您好 有人在家吗 真的有鸽子 哦这么多 嗨阿姨您好 看见您建的房子很漂亮想参观一下 要的呀 要的呀好 好 好 哇你这个厅好大呀 嗯 这个壳厅好大呀 嗯 后面的四君子画 你看梅兰珠菊嘛 也是红木家具 哦好 嗨您好 哦我看到您房子漂亮想参观一下 可以吧 好谢谢 我是做那个乡村自媒体的 上一次也有人来拍吗 是吗 嗯 人家房子建的漂亮肯定很多人来参观 是 天天有人看哦 嗯 后面真的是一幅画对吗 是 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哦很素雅真的很好看 然后这里也是你看 嗯 主人家的那个 很有就是很有品味的 你看这些字画 可以带我参观一下吗大姐 好嘞 哇 这里是洗上眉梢呀 这是酒柜 嗯 然后刚才这我们进来的就是一个餐厅和厨房 嗯 这个厅做的很好 刚才我进来看还有一个大班台的喝茶的 这是茶室 哦这是茶室 哦这是茶室 我天啊这个茶室做的好漂亮啊 嗯 你看他那个背景 真的很高雅看起来 然后博古架嘛 博古架上好多各种各样的茶具 这也不知道什么木这么漂亮这个颜色 嗯 你这房子建起多久了姐姐 嗯 前年年吧 前年建的啊 你这个 这个弄的也颜色好有特色呀 嗯 这个是大理石的吧 这个是大理石 哦这种颜色大理石真的很少哎 嗯 墨绿色 是我们自己家开的大理石厂的 哦自己家开大理石厂的 哦难怪我说很少看到这个颜色的大理石 嗯 这个墨绿色很好看很 这是 哦小朋友可以还可以在这里玩一下啊 跳跳床 嗯 对这空间好大呀 嗯 这么多房间呀 嗯嗯嗯 而且房间还非常大 嗯 哇天哪一帽间呢 这么大 嗯 哎呦 这一帽间都可以做一个卧室了 你看这个一帽间好大呀 梳妆台 这是几位的梳妆台 哇塞 这个腊肉 这里是差不多 影音室啊 嗯 哇你看 姐姐家的腊肉这么多 嗯 杀了一头猪 一头猪 一头猪 一头猪啊 哦天哪 好恨啊 这一块一大块 嗯 我看见大哥的车牌都是四川的 是 都在四川做生意的 四川做生意 哦 十几年 哦 哦 阳台 看看啊 哇这个红灯弄一吹 哇他连这个 阳台上的就露台上面的灯都做的这么复古的 太好看了 看一下外面的景色啊 站在我们站在阳台上 哇他这个栏杆也是汉白玉的 哦你这房子不少花钱应该哦 哈哈 你看这样看起来很好看 全部是中式的 二层 总共是 三层的哦 三层 全部是三层的 然后你看这个瓦 中式的瓦 看起来很好看 很漂亮 再带上院子 院子 远处的景观 嗯 这个这个花雕得很好看 这个 这汉白玉的栏杆上面 丢的很好看 谢谢 中式的呢 他每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好看的 你看这个瓦 哦 平时有请阿姨的是吧 嗯 很漂亮 人家房子建的很漂亮阿姨 真的很好看 真的 好多人来看 天天来看啊 哈哈 您有福气了 儿子有本事 是吧 好谢谢 打扰了啊 没关系 没关系 嗯 不玩了 谢谢阿姨啊 谢谢姐姐 好 感谢 拜拜 好不送阿姨 回您回啊 谢谢 拜拜 很久没看到中式的别院了 这里的景观石 应该是还没摆好 这棵是银杏树 新栽的 园林也是钢绿化过的 中式的房子韵味很足 景观石一百 然后罗汉松一种 哦 里面也还没有完全做好 但是我看到一个大的门海 我们在电视剧里可以看到过 这么大的可以在里面种荷花 罗汉松的造型很漂亮 上一次阿姨告诉我这个 多少钱一米的二米算的啊 我不记得了 然后连着围墙 全部做的这种 可以按摩脚底的鹅卵石 早上 走了散散步 非常健康 看看有没有主人在家 您好有人在家吗 这个隐蔽墙是一个银客松 我听到里面有人在干活 他里面看一下去 哦 他这个门也好漂亮啊 这种应该是铜的 古老的门栓 这个门非常厚重 里面大体都弄好了 哦 装的是中央空调 那里应该是厨房和餐厅 里面是厨房 橱柜已经做好了 您好有人在家吗 这个中式的门 你看带着窗格的 挺漂亮的哦 站在堂屋看一下外面 门楼 简单大方 然后隐蔽墙 似水归堂的院子 虽然这套房子没建成 但是可以预判他建成之后的那个气派 就是有点遗憾的是主人又不在 地上的砖也是用的砖雕 这一盆盆的什么景观树啊 正在萌芽 房子建成了绿化还在弄 然后那里有叔叔阿姨在干活 您好阿姨 叔叔您好 这新房子是您家吗 没有我看到房子很漂亮想来参观参观 我是衡阳的 可以来参观一下吗 参观 对 这房子建的真的很漂亮 然后底下一层是车库应该是 你看 哦您这里还建了个池子吗 是准备做鱼池的吗 那里鱼 养了有鱼的 是 哦 鸡也是您养的吗 对 哇养了好多鸡阿姨 然后它底下是刚才我们看到是地下室 所以它下面上面是一个很大的屏 围在那边呢全部是栏木树 玉兔营村 你说在哪里做事啊 我做乡村视频的 就是看到农村漂亮的房子呀漂亮的东西拍一下 您刷抖音吗阿姨啊 您刷手机玩抖音吗 我没刷抖音 没刷抖音啊 我就在抖音上 哦这里是堂屋非常大气啊 空间非常大 这是木门吗 全是木门 它整个全是艺术器 哦对就是这种 艺术器不想瞧心 哦对 然后这个是中央空调还是地暖 中央空调 这是客厅 然后客厅呢它是欧式的沙发 配得很好 这里是厨房 这餐厅吃饭的地方啊 嗯 餐厅 然后哇阿姨这个大坛子是做什么了阿姨 做菜的 这个是做的什么菜 这个里面是 好大一个坛子 碗菜的 碗菜里面是碗菜里面 这好吃 甜酸的这好吃的 好吃的 嗯这个好吃的 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阿姨放了什么菜 哦这个这个雪里红 我们叫是不是啊 嗯 就像梅菜一样的 嗯挺好吃的 是的是的 然后这里是阿姨泡的红萝卜和白萝卜 哈哈哈 我们家也泡了 哇这是厨房哎 厨房 厨房好宽敞啊 是的 好大呀 你看它 阳光整个照射进来 光线非常非常充足 哇这个厨房真大 这个是老婆子在里面睡觉 哦叔叔在这里睡 大叔叔 放一点东西在里面 那我就发烧了 哦现在他的床也是中式的 是吧 款式又不一样 那个是 红墓床 嗯红墓床 然后这里是洗衣房 我我以为是洗手间呢 他只是单单的就是洗衣房 你看他是晾衣的和洗衣的哦 嗯 来跟着阿姨到楼上去参观一下 好 谢谢 您多大了 阿姨 你看我多大了 66岁 有没有 76岁 哇 天呐 它二楼装得好漂亮 二楼这个客厅好漂亮 阿姨 先到客厅看一下 哇 天呐 这个灯打开 你看 很漂亮 它二楼的调高也非常高 二楼这个调高大概也有 一个星期可能把他做的 好大的发展 弄得很漂亮 二楼 因为它这个是用一楼的那个 一楼的那个叫什么 堂屋的位置 坐的客厅 哇 真大气 这个 我还看到个宝贝 留声机 阿姨会打开吗 来 放给我听听啊 谢谢阿姨 阿姨竟然会放哎 可以了吗 等一下啊 今天怎么了 打一下就开了的 嗯 我也不懂 不敢去乱乱 跟阿姨讲是怎么回事 关掉吧阿姨 关掉吧 不知道怎么放的啊 我也不懂 好 谢谢阿姨啊 好 感谢 然后整个客厅非常豪华 看起来很大气 然后那里还有壁炉啊 这个是壁炉是烤 我知道啊 这个是烤火的阿姨 它这个应该是通电的 通电的 对 没有打开过 这个是壁炉烤火的 哇 你家的东西好先进呢 这个柜子非常欧式 哇 这个 这个茶具好好看啊 很漂亮阿姨 您这房子花了多少钱 您知道吗 阿姨 不知道 起码几百万 起码几百万 阿姨好福气 这里还有客厅啊 这个有 这个还有麻将桌 这也是一个客厅 然后这里还有麻将桌 这个都是三孙子的 三孙子的 您几个孙子 一起四个 一起四个呀 四个孙子 一个孙女 就五个 儿孙满堂呀 阿姨呀 阿姨家真好 进来看一下好不好 这是套房 这应该是卧室 我说他这个床非常大 木地板 木地板的 然后也是欧式的 很豪华 大爷卫生间 他们要建这个房子 大家要参观 大家要建这个房子 参观的人多不多 肯定很多 很多啊 二十几个了 房子建的漂亮 所以大家都想来参观一下啊 是去年建成的吗 阿姨啊 建个几年了 建个几年了 看起来好新啊 六年了 六年了 不像 我以为是去年刚建成的 好新 你看一下这个客厅 这样看起来 好气派呀 你看整个是 那个是天然大理石的 嗯 这个很贵的 那个很贵啊 明白 就是 就是我看到的 就是天然的花纹的大理石 是比较贵的 这个是玉石还是大理石 玉石对吧 啊 这个是玉石的 对的 它就是纯天然的嘛 知道的 嗯 我忘记了 哈哈哈 叔叔您好 我都这么不敢 大家都不听见 哦 参观您的房子 房子建的很漂亮 不见得 哈哈哈 不见得 不见得 一般了 很好看了 很好看了 叔叔耳朵可能有一点稍稍有一点耳背 然后我要大 对我要大声一点跟他讲 哈哈哈 身体还蛮好 一直在那儿除草 谢谢叔叔和阿姨 谢谢 拜拜 不用客气 阿姨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拜拜 谢谢 好嘞 慢点干 不要太多干太多了 慢点干活 春暖花开 又发现一套 在山林里的 四合院 远处的鸟椒 和近处的油菜花 这个环境真的无敌了 它这样完全是一山而建的 你看后面的那个山啊 全是 它利用现在的原先的山 做了一个桂花 统一的一个桂花 这种季节是最好的 是最适合出来赏景的 砖雕用的也非常多 前面还有池塘 南木树 大哥您好 问一下这家房子的主人在不在家 这家房子的主人在不在家 您在家 您在家 您在家做什么 您在家做什么 想参观一下他家的房子 我在这里啊 您就是主人啊 大哥可以去您家参观一下吗 没错 您就 您在家里面没锁了 没没锁是吗 我打开了 打开了 好的好的 您这是青菜吃不完的就拿来喂鱼了吗 对对 我是做那个乡村自媒体的 叫什么 乡村自媒体 看到您家的房子 这个环境特别特别好 来参观一下 这全部是您种的 对对 哇这个您家这个环境真的特别棒 你看这个油菜花还有远处的山 就是古人笔下的田园生活 大门进来 然后就是园林绿化 甲山和凉亭 这是大门 木制的 特别漂亮 先从这边看一下啊 你看这青衣色的 我刚才大哥说让我自己进来 不小心门是挤到手了 发现豪宅是废手的 哇你看这整个的 这么长的连廊 这里还可以开车上去 哇天哪 那里好看 我要去那里看一下 哦他利用这个真的山 做了这个甲山流水下来 我属于啊他凉亭都几个 现在我们测看到一个啊 我要站到制高点看一下去 这得要多少人去打理呀 看看这里啊 这里有石头走过来 我们养鱼 这么好的景观 再养上鱼 让这个鱼池冻起来就更好了 水要一直流 哇这棵树 你看 看院子贵不贵 就看这些树 这种鸟语花香的季节 真的特别让人舒服 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就 大家都希望 大家都希望出去旅游啊 踏青啊 每次我爬这种坡的时候 大家都说我喘 可能是我这几年没出去玩了 体质确实不好啊 再说 如果不喘不就完了吗 对吧 上一次网友说那个叫什么树 我又记不住了 我这个记性 能差到什么地步啊 偶尔 别人跟我讲话 前面讲完后面我就忘记了 就要再重复一遍 这个树是什么树记不得了 造型很好看 后面一排是栏木树 那个最高点 我估计我不上去了 太高了 我在这里看看 就好了 歇口气啊 让自己平静一下 这一栋不知道是 建来做什么的 这里工人住的 还是自己主人做 茶室的 看一下去啊 哦 书齐牌 那今天这里这个景观真的无敌啊 你好 我吓到你了 是吧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 我来参观一下 对 它这里是做厨房的 对吧 这里是厨房 因为它有这种 灶各种灶 您在打早卫生啊 全是红木的 这不是跟我们家那个树的调平是一样的吗 什么 蓝亭絮 这个字 哦 我说那个字跟我们家是一样 那个字 那个房子是建不起 他这房子应该花了好多钱了 几千万 几千万啊 然后他园林特别多 你们几个人在帮他打理家里啊 两个人 那走得过来吗 一天这么大地方 那很大呀 你们俩能忙得过来吗 忙不过来就去挖 挖出一点吗 是的 是的 这里面是做什么了 啊 休息客厅 客厅 这里是还没有完工了是吧 阿姨 这里还没有完工啊 还在师傅还在做 还没盖完 还没盖完 楼上盖好了没 也没搞好 还在施工中 先来看一下啊 这上面还是假山 我上一次说那个树是南方的树 是表达可能有点问题 它应该是说热带的树 就梁广或者是海南那边的热带树 中旅树吧 这是茶室 茶室建在这个地方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整体的环境啊 这有多美 也是中式的茶楼 然后你看这个假山 这景观是不是超级好 而且现在你看这个玉兰花 紫色的玉兰花 我们现在沿着这个 假山这里过来 玉兰花 这个像假的一样 我第一次见玉兰花的时候 我竟然我以为是是假的呢 那应该是二十多年以前了 见这个 我以为是一枝上面插了一个假的花 太漂亮了 因为它不长叶子先开花的 而且又开的那么鲜 哇 这边的树都在萌芽 这应该是 狄树吧 桃树 桃花呢 一定要这种没有修剪过的 它才出效果啊 没有修剪过的 野蛮开放的那种 为什么林哲的桃花有名呢 就是因为它没修剪过 桃圆呢就没这种效果 那边还有梨花 太美了 这个景观 远处还有油菜花 它这个水应该是这样设计的 从这个假山这里放下来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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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走 这里你看它修了流通的吗 流到下面去 一直下一直下 下到最底下那个地方 刚刚就说没有养鱼 哇 它门口那里还有一个那么大的鱼塘 刚才没注意看 大哥在菜地里拔菜 中式的 漂亮啊 这种环境就很漂亮 隔着窗户看看茶室 是很常见的 就是非常标准的茶室的设计 就是大班台的 这种都很出篇啊 每一个景观都很出篇 那里有个大熊猫 然后它一直沿着上面 全部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绿化座 真漂亮 真的 这个设计真的有心思啊 花的心思 好 上面我我不上去了 就我的体能爬上去 不行的 哦 我想起来这个叫什么树了 这个应该是叫 是不是对结白蜡 还是女真 这个是杨梅吧 讲了半天弄错了 不好意思 是杨梅树 我也被我自己笑死了 前面那棵才是 白蜡 对那个造型的才是 院子里有两只狗 一只小黄 一只小黑 但是大哥说很温顺 乖 刚刚院子的我们是进去的是右边 现在是左边 就是刚才我们进来看到的 甲山和凉亭 然后它这里也是 全部是台阶 沿着围墙 哇天哪 它这里也是 甲山啊 不知道真假啊 现在是真假混合 你分不清楚 然后这个季节的桃花 梨花 到处是花 这里是葡萄架 哇 这个花 我对各种花 毫无抵抗力呀 漂亮 这是沿着房子的一排绿花 修剪的非常规整 造型做得很漂亮 所以 我没有帮在这个小银里 看到一个容易 就是 拨有 我